依照唐律 出征在外的将士回长安必须经由东城门而行 于是东城门外十余里地外名为功勋义的一战 便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大唐开国千年 不知道有多少名名将勇士带着光荣与战绩从此地路过 驿站里的马舅和笔直官道畔的杨树 不知亲眼目睹过多少历史画面 夏侯望着西方的那座雄城沉默不语 依照朝廷的规矩 他和他的下属要在功勋役里过夜 明日清晨入城 然后直接进攻面见陛下 暮色中的长安城 显得无比的雄伟 黑青色的城墙反射着夕阳的光辉 泛着紫铜色 看上去是那样的坚不可摧 壮丽异常 身为大唐帝国地位最崇高的四大将军之一 从军多年的下侯 对于长安城自然有深厚的感情 然而 没有多少人知道 虽然他时常回京述职 郑国大将军的将军府便在北城 但他在长安城里居住的时间并不多 数十年来 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统领着麾下数万铁骑 驻守在寒冷的北江 替帝国开疆 辟土 威震燕国和左仗王庭的骑兵 如今 他终于离开了寒冷的北江 数万铁骑全部留在了土阳城的东北边军大营附近 朝廷已经委派舒将军前去接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跟随他回来的只有数十名亲兵 朝廷明止允许他带更多的亲兵回长安 但处于归老前夜的他很谨慎 没有做这些可能会引起文臣们猜疑的举动 为了让朝廷放心 夏侯的两个儿子如今还在长安城中 自尽于将军府中 而他的正氏夫人和亲眷 还有那些忠心耿耿的旧仆 早在数月之前便已经提前回了老家 整治旧田 从老教里取出烟菜翻晒 准备迎接他的归老 当然 那不是夏侯真正的老家 他真正的老家 在极北的寒域 那是荒人最大的一个部落 随着荒人南迁 那个老家也再也回不去了 或许他从当初背叛明教的那天开始 他便已经回不去了 古兮死了 林林死了 当年跟着自己的很多人 都死了 随着夕阳降沉 天色变得越来越昏暗 紫铜色的长安城墙 渐渐吸上了一层不祥的血红色 夏侯眯着眼睛看着那方 想着这些年来逐渐以死亡为代价 离开自己的亲信 不禁觉得有些伤感 春天时 黄兴和鱼水竹死亡的消息 从长安城传到了军营中 这个消息没有让他伤感 却让他变得有些警惕 感伤和警惕 不是强者应该有的情绪 夏侯一直在强行镇压着这种情绪 于是他开始感觉疲惫 在暮色中咳嗽了起来 大唐军方是一个崇拜强者的地方 如果是普通的将领 绝对不愿意在下属的面前咳嗽 流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 但夏侯不在意 因为他知道在下属的眼中 自己是何等样的强大 而他知道自己依然强大 正如郑国大将军许氏 已经咳嗽了十几年 但他依然是大唐军方的第一人 无论是威信还是陛下的宠信 永远无人替代 夏侯连声的咳嗽 大概是想着明天进入长安城后 自己便会无假意身轻 连最后的一丝忌惮都没有 所以他咳得很快意 甚至显得有些放肆 站在驿站门口的亲兵校尉 看见眼前将军宽厚如山的身影 听着咳嗽声 脸上流露出担忧的神情 在他眼中 将军确实依然强大 但在荒原上 他曾经亲眼见过那个魔宗强者 和将军之间的数场战斗 所以他很担心 便在这时 驿站院墙外的地面 忽然微微颤抖了一丝 无论是驿站里神情恭敬的小丽 还是夏侯亲卫 都没有注意到这次颤抖 夏侯虽然是武道巅峰的强者 世间最强大恐怖的男人之一 但他不是真的天神 所以他的咳嗽 不可能让大地都颤抖起来 他静静地看着夕阳下的长安城 然后转身 走进了驿站 有人在驿站房间里等他 那是一个极其高大魁梧的男人 竟比夏侯还要高半个头 身情肃然 身形笔直 就像是一座难以摧毁的山峰 这个男人身上穿着件布衫 薄薄的衣料下 隐约可以看见盔甲的痕迹 更有肃穆的符纹气息 从布衣下渗透出来 夏侯站在这个如山峰般的男人身前时 明明比对方要矮 但感觉却比对方更魁梧 更强大 所以他不用抬头 如果被人看见 西陵神殿神卫统领罗克迪 忽然出现在离长安城最近的驿站里 一定会被认为 这是对大唐的挑衅 夏侯冷冷地看着这个男人说道 我知道你是个骄傲的人 但你真以为我大唐天书处没有高手 我们身后的这座长安城里 至少有十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你 你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 完全是在找死 我既然敢来 自然就不怕死 罗克迪说道 而在我看来 夏侯将军 你回长安城更像是在寻死 你还能活着出来吗 夏侯的深情不变 淡然说道 在南晋 宋岳那些小国 你在神殿里的身份 可以让你获得无限的尊宠 但这里是长安城外 在我眼中 你只不过是长教养的一条狗 你有什么资格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 罗克迪的眼眸深处闪过一丝怒意 却又强行地压抑下来 愣笑说道 哼 我承认 我就是长教大人养的一条狗 而你 就算是浩天养的一头雄狮 如今失了锐气 还要回长安城 难道你真想让自己的敌人开心吗 这是本将军 与书院之间达成的协议 放眼世间 谁敢从中阻挠 就算你那个主子 也没有这个能力 神殿很乐意看到夏侯将军 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 然而 您真的甘心吗 罗克迪取出一封夹着符文火印的书信 递了过去 说道 这是长教大人的亲笔信 他邀请将军去西陵 不 是回西陵 夏侯接过那封书信 神情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神殿很需要您的力量 而且长教大人说了 归老并不代表着就永远窝居在乡间 总有回来的那个时刻 夏侯看着他 那两道如铁般坚韧的眉毛微微挑起 说道 你们能给我什么 既然您效忠的是皇后娘娘 那么西陵神殿承诺 日后在大唐皇位的争夺上 神殿会尽一切力量帮助皇后娘娘膝下的那位皇子成功 以西陵神殿恐怖的实力 提前很长时间抛出这样一个毫无余地的重注 对于夏侯来说 不得不说是一个很有诚意的邀约 然而出乎罗克迪的意料 面对着长教大人的诚意 夏侯却是根本没有露出想象中的情绪反应 而是直接说道 不送 罗克迪强压着怒意说道 神殿需要一个回答 哼 我很感谢 然后会认真考虑 这就是回答 功勋役的地面再次微微颤抖 罗克迪悄无声息地离开 长安城里正在筹备欢迎仪式的官员和百姓们 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 西陵神殿的神卫大统领曾经来过长安城 并且试图把夏侯大将军带向另外一条道路 看着手中的那封西陵长教的亲笔信 夏侯脸上流露出一丝冷嘲的笑容 他知道这确实是长教的亲笔信 因为这些年里他已经接到过七封长教的亲笔信 对书信封皮上的字迹非常熟悉 他嘲笑的是西陵神殿的意图 帮助皇后的亲生子登上大堂的皇位 如果让西陵神殿知道 皇后是自己最心疼疼爱的妹妹夏天 知道那个皇子身上流着一半荒人的血液 明宗的气息 那神殿里的大人物们还敢这样做吗 夏侯脸上嘲讽的笑容渐渐转为自嘲 手指微微用力 准备把这封西陵长教的亲笔信 碾成粉末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 他犹豫片刻后停止了动作 替大唐驻守北疆数十年的夏侯大将军 没有提任何条件 便愿意卸甲归老 朝中诸公威绝异样之余 顿时觉得轻松了很多 在请示了陛下的旨意后 朝廷予以了大将军极高的礼遇殊荣 清晨时分 在礼部官员热情的引领下 在与林军敬爱的目光注视下 夏侯穿上了一身崭新的盔甲 带着数十名亲兵骑马驶向长安城 长安城东门前的官道早已洒洗干净 庄严肃穆的月声中 大唐亲王李佩妍带着文武百官出城相迎 更有无数的城中名流翘首以待 朝廷早已拟好了旨意 就等夏侯入宫紧见时颁发 此时正安静搁在皇宫里的那道旨意上 有着令人目眩的封赏和爵位 远远看着黑压压的欢迎人群 夏侯不顾礼部官员的劝说 提前翻身下马 拉着马江向着内方步行而去 亲王殿下看着这幕画面 微微笑着摇了摇头 挥手驱走了身边劝见的太监 同时向着夏侯走了过去 便在东门外的那道离亭前 二人相遇 夏侯的神情平静向亲王殿下行礼 李佩妍却是有些难以平静 看着他有黑如铁的脸 感慨说道 回来就好 大唐的朝臣并不喜欢 以骄纵奢报文明的夏侯将军 因为数十年来 事件一直疯传 夏侯杀福 滥杀无辜 冒充军功 不知道违反了多少唐律 然而一直没有证据 并且所有人都知道 这位大将军身受皇后娘娘的器重 那么便等若说 他也棘手皇帝陛下的器重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长安城百姓对夏侯大将军 也不像对帝国其余三位大将军 那般的发自真心的爱戴 虽然夏侯滥杀的并不是唐人 但思维简单直接的长安城百姓 总觉得暴力算不得是真正的本事 夏侯终究替帝国驻守 韩苦北疆数十年 他今日卸甲归老 依然受到了长安城的热烈欢迎 街道两侧拥挤的人群 不时发出贺彩声和掌声 长安街盘 有间茶楼 茶楼里的掌柜和伙计 都跑到街上去欢迎大将军的归来 根本没有人理会生意 好在此时的茶楼里 本身也没有几名客人 宁缺和桑桑坐在临窗的桌边 宁缺听着长街上传来的 贺彩声和掌声 看着刚刚骑马经过茶楼的下吼背影 沉默片刻后说道 和土阳城市相比 他真的老了很多 和土阳城市相比 和土阳城市相比 和土阳城市相比